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这件事仍然愤愤不平 但是他跟梅根都不肯说是谁说的这话 金也是奥普拉的朋友 他说自己打电话给哈利梅根小两口 关心他们的感受 由此金得知哈利与自己的哥哥说过话 也和父亲王楚查尔西谈过 金听到哈利这边的反馈是谈话没有成效 但是他们很高兴至少有个开始了 哈利梅根仍然不安的是 宫里一直在放关于他们两口子的假消息 一边说他们想私下解决 一边有编故事给公众听 这些故事总是对梅根极度的贬低 金认为除非宫里能承认梅根的真善美 否则双方很难互相迈进 哈利和妻子非常想在大家庭的包围中得到关爱和治愈 因为这毕竟是哈利的家人 哈利和梅根的发言人对此不发表看法 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的王室新闻编辑克里斯·西普 在看到金的评论后说 很明显如果没有梅根的允许 盖尔金是不会公开分享自己的评论 让数百万关注者看到的 如果梅根愿意可以把受到的阻挠说出来 有很多人愿意为他服务 金对大家表示梅根为人与报道不服 真实的他非常可爱非常体贴 而且梅根手握证据 他所说的控诉都是有证据的 英国王室必须承认自己有问题 但是没有人这样做 在奥普拉的访谈播出之后 英国王室中哈利最亲密的两位王室男性成员 父亲查尔西 大哥威廉以及长嫂凯特首当其冲 受到大量美国民众的批评指责 上周四威廉王子与妻子凯特王妃 一起访问英国王室基金会下的精神健康学校 在记者不停地追问下 只能非常隐忍地回答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家庭 而年轻时用一个卡米拉 让女王母亲焦头烂额的老父亲查尔西王子 如今尝到了苦果 记者问他有没有错待小儿喜梅根 他只能紧张地露出一个笑脸 情况单初是查尔西充当父亲 挽着新娘梅根的手 把她送到神坛前 跟儿子哈利结婚的 说实话 我们认为查尔西和卡米拉一开始呢 给大儿媳凯特的压力才较大呢 好在凯特咬住牙挺过来了 人离相见 物离相贵 自从回美国之后 梅根的精气神足了 腰杆子也硬了 下一步他便遵循自己心灵的指引 向政坛高峰迈进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这一点在美国政坛尤其好使 提前注意的梅根当选 二某某某年美国总统 接下来是查尔斯感到绝望 被哈利指控想弥补小儿子 又怕威廉对他大发雷霆 在奥普拉文弗瑞对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哈利梅根的采访中 哈利王子只针对一位王室成员 发出了严厉的指控 他的父亲威尔是亲王查尔斯 据称这让查尔斯深深的受伤 在采访中哈利声称自己离开后 就像被父亲抛弃了 不但拒绝继续为自己提供资助 甚至不愿意接他的电话 这让他对查尔斯感到很失望 这一系列指控直接让查尔斯 成为了唯一受哈利夫妇影响 支持率大幅下降的王室高级成员 不过在面对这些指控后 查尔斯的反应并不是愤怒 而是感到对小儿子的愧疚 据这位未来国王的好友透露 查尔斯决心修复他和哈利之间破裂的关系 在一切不能晚会之前 查尔斯的好友在采访中强调 查尔斯因哈利王子在采访中 透露的一切深感伤害 但是他经过认真的考虑 清楚地意识到继续和自己的儿子 保持这种紧张的关系 不会给他们双方带来任何好处 他知道现在是修复关系的时候了 他希望能和哈利比过去更加亲密 据称查尔斯准备以书信或视频通话的方式 与哈利夫妇取得联系 他将试图去弥补哈利心中 因自己引发了创伤 但是现在摆在这位老王鼠面前 最大的难题 却是他的另一个儿子 威廉王子 从查尔斯王子的表态中 我们不能看出 查尔斯和女王一样 认同应该以宽容应对哈利夫妇 对王室的攻击 并决定让他们之间重新构建桥梁 但威廉王子却决定反对这样 他试图敦促王室和女王 对哈利夫妇做出更有力的回击 不难猜测 这三位核心成员 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中 曾发生争执 女王和查尔斯之所以会选择 以宽容应对很大程度上 与他们是哈利的长辈有关 对于长辈来说 他们的孩子无论做错了什么 无论对他们提出了 怎样错误的指控 大部分家长的反应都是接受 因为他们思想的忠心 是让孩子感到更加幸福 但威廉在这件事件中 则比他们想象的 更加单纯和支持 他坚定地认为 哈利梅根的所作所为 理应受到惩罚 在这种反参之下 查尔斯可能很难进行下一步动作 就像曾经克拉伦斯公的 工作人员透露的那样 查尔斯每年最不愿面对的工作 就是为威廉哈利 两位王子分配资金 如果分配不均 或者让两个儿子感到不合理 他就需要承担 来自其中一方的冷落 甚至是怒火 而如今哈利公开表示 自己对他感到失望 但威廉也在面对记者时表明 自己不会像女王一样 顺从哈利夫妇的指控 查尔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低头去向哈利示好 也许他和哈利夫妇之间的力痕 确实可以得到修复 但这次失望的人将变成威廉 而且威廉私下里 对他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怒火 就连卡米拉都曾向朋友透露 自己很害怕私下面对威廉 因为他好像总是在生气 当然还有一种更坏的结果 哈利不但没有因为查尔斯的 示好和他修复关系 威廉还因为查尔斯的举动 对他大发雷霆 但什么都不做 又会受到外界指责 无法修复自己降低的受欢迎程度 不得不说 在这种处境下的查尔斯 实在太难了 稍后 谢谢观看